這部手機是很漂亮的 自從 應該是由去年年初 香港和內地封關之後 其實小弟也沒有參與過 那麼多位師兄弟姊妹的大型聚會 現在還有師傅一起喝茶 首先梁師兄和各位網友都很熟悉 或者我們先由漢良道長梁師兄開始 Hello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漢良 來自深圳 在沙城開神壇 梁師兄大家都很熟悉 上次梁師兄有說到我們請了一位高人和我們分享 現在除了和我們分享的大高人外 另外還有很多高人一起分享 是呀 今天我們比較人多 人強馬作 是呀 捕獄都高 是呀 是呀 誰的 選美姨姨說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又來了 是呀 我是 我那個導號是漢上 我是漢良道長的黑檔 對街 今天來到這裡 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太上壇主 師姐你好 Hello 你好 另外還有幾位師兄師姐和師弟都在 是呀 或者我們請到毓師兄 大家好 是我 漢毓 之前也上過節目和大家分享 是呀 毓師兄你好 毓師兄就是 之前上過我們零零星星的節目 小弟說是非常帥仔那位 是誰 那隻 那隻 之後是毓師兄 自從聽了非常帥仔這幾個字之後 之後就很忙 入大麥克 那裡 是呀 很高興毓師兄 今天和我們一起聊天 另外還有 漢梅師姐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是胡森朋友 來的 嗯 所以 真的很開心 可以在這個節目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是呀 其實小弟更開心 有師姐支持我們的節目 另外就是 另外一位 就是大家都 九位 也有很多網友 還很想念他的故事還未完成 那位就是我們先學師弟 有請先學師弟 大家好 我是很久沒頭頭的先學 師兄好 師兄好 我是明濤 大話漢才 很高興 請跟大家見面 原來師弟的道號叫漢才 財間的財對吧 發財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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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道號很好 但是師父不改給我的 為什麼 師父給我的這個財 少了一個背 背就自己去找 才幹就先給你 對對對 其實今天最重要的是 因為高人和我們分享 就是小弟經常在節目裡提的家師 就是我的師父 我們大家的師父 有請師父 師父你好 凡人一角 哎呀 其實小弟覺得最遺憾 就是自從疫情之後 根本沒有機會過來和師父請益 所以令到自己學到的過程 好像慢了 唉 真是這件事不知如何追得回 亦都是非常懷念師父的陳年普利茶 這些應該要多了 哈哈 還有余道喝茶 遇到這裏還有三個同門 一個師姐 還有兩個師姐 大師姐 大師姐 跟著我們請來大師姐 大師姐 叫做大師姐 一定是隨便大個位 師姐你好 你好 你好 好久沒見了師姐 是啊是啊 好久沒見 對啊 這個 希望香港的疫情快點控制 我們可以進來 好 昨天跟 昨天跟你師妹都去打針了 去打了疫苗是吧 是啊 打了疫苗好進來嘛 希望再過一兩個月應該可以進來了吧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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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長時間沒見了 要過來請醫一下 這裡還有兩個同門 麻煩梁師兄幫忙介紹 因為小弟看不到 鏡頭看不到 是 安慰 還是我師姐 還是你師姐 是 如果是梁師兄的師姐 一定是小弟師姐 不過梁師兄的師妹 未必是小弟師妹 有道理 是漢慰師姐 解釋一下 大家好 我是漢慰 漢慰師姐 你好 你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和你一起在空中聊天 今天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成會 對小弟來說 其實我知道 在師傅的查項 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同樣的事 真的假的 還有一個就是 歡慰師姐 哈囉 我是歡慰 初次見面 初次聞聲 多多關照 你好 歡慰是師姐還是師妹 其實 真的不好意思 是師姐 歡慰師姐 你好 很感謝你前一陣子幫我們拍的影片過來 讓我們學習 不簡單 謝謝 謝謝 不用多謝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其實小弟 剛才也說過 PayPal的戶口 有開 但沒有扔著銀行戶口 支付寶小弟沒有的 微信錢包有少許問題 裡面有錢 但用不到 所以現在真的沒辦法 是一個失時甲慢 還有師兄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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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鳳師兄 是 強師兄 漢鳳師兄你好 漢鳳道長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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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今晚都沒有和大家分享 今天 多謝大家 嘩 其實我們難得這麼人齊 講個故事 開始 真是很想多些聽師傅說話 很多網友都很期待師傅的教導 是啊 其實小弟打算打劫師傅很久 不過我們的節目實在太晚了 有時候令小弟自己也覺得很晚 所以不好意思開聲 一直都很想請師傅分享一下自己學到的經歷 和我們分享一下他之前經歷過的故事 讓我們可以規探一下 即是不單止 規探一下靈界 不是單止是下面的狀況 也可以看看上面是什麼狀況 你指的下面就是指 是的 除了在音那方面 因為我們處理很多時候都是那些 鬼啊妖啊 其實這些基本上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接觸得到 但其實先、佛方面 也 師傅很多這方面的故事 小弟之前有在 節目中有跟大家分享過 師傅當年和師叔在武當山預先的故事 其實這只不過是師傅經歷的其中一個 其實每一次和師傅聊天 聽到這些故事都覺得很開心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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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那些該剪的就剪了 那師傅你講一句先從故事開始 我跟他講 是呀 那麼我們先從 是否先學師弟上次在講那個故事 是的 是的 上次說道士留下的那張字條他們不小心燒了 是 再續之前的內容 自從三兄弟動來探訪之後 過了三年 天津這個地方 其實你只要有錢去什麼地方玩都可以 東北 琴棋書 古玉收藏 全部都有 東南 吃喝玩樂 有錢想吃什麼 龍玉你都想吃 都OK 橋道飲墜 沉花 文柳 西南邊也有 但一般西北沒有什麼人不去的 平民法性是去不到的 為什麼呢 全部是高官子弟 富二代 全部是那邊集的 那三兄弟三年之後到底怎樣呢 人有錢就不一樣了 老大持家有道 將家業就越見越大 現在三兄弟就算是當地數一數二的故障 另外兩個弟弟反而默默無能 為什麼呢 老二就喜歡吃喝玩樂 經常是在東南邊的 就沉在那裏 不是這裡喝酒 就是那邊吃東西 基本上呢 就不玩正時的 好像在綁著我 人是這樣的 你看 他們在東南就拿出一個甘頂 基本上是三個窮家子弟 一夜之間暴富 對不對 飽暖私淫慾是很正常的事 人性使然 那老三其實更慘 你不要以為老二比較麻煩 因為飽到喝酒 沒錯 哈哈哈哈 真的很辛苦 他簽了交戶 是啊 好喝 那老三怎麼說呢 老二經常浸在東南 老三經常浸在西南 西南飽到喝酒 每個人都齊 飽到什麼呢 那時候的清流呢 就不叫清流 叫什麼 叫怡紅圈 對不對 這個就是沉花紋樓的地方 那島呢 肯定去那些島館啊 呃 錢莊啊 博客運氣啦 其實無非是貪求害刺激 印是沒有什麼醬子的時候 基本上呢 就在這些地方浸了 嗯 那吹水不是吹水啊 是吃大煙 是大煙 是 就是鴉片 嗯 嗯 是呀 其實是吸收的 但是呢 吞紅泡霧之下呢 他好像在吹水 所以叫嫖到飲吹 那 那 那 三兄弟惠毒 大哥持家 兩個弟弟都不行 那 那些錢呢 依然呢 是在擁有家的嘛 嗯 嗯 老二就算了 但是老三問題很大 因為呢 又嫖又賭 又去吸毒的話呢 洗錢呢 就好像 就是 賭水一樣 賭水更好些 基本上好像 嗯 就把那些錢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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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都知道 當初 就突個段 你弄了它 當初 他們拿金頂的時候 呢 他們已經把那些金頂 賣了出去的啦 那 老大把錢運作之後呢 就將家業變大 如果老大 看到那兩個弟弟呢 只能在外面玩呢 其實對家裡的影響都很大的 所以 大哥呢 逐漸就想想著 和兩個弟弟撇清關係 那 兄弟之間本身是很團結的嘛 就是三兄弟之間的那些關係本身 就是沒有錢的時候呢 是很團結的 但是有錢之後呢 三個人呢 就屬於三條心 每個人想的東西都不一樣 嗯 大哥呢 打算把那些錢 就儲起來 就好像那個守財露一樣 老二呢 就經常打算吃東西 喝酒 就沒有什麼大字 老三還寫得剛才所說的 那 有一天 大哥回來之後呢 發現呢 家裡的帳簿呢 又少了很多錢啦 不是說帳簿啦 就是那個 那叫什麼 帳房裡面 不是帳簿 是帳房裡面 又少了很多錢啦 那問那個管家呢 那個管家就說 哦 那個三少爺 又拿了多少錢出去 那OK啦 一路之下呢 就吩咐那些家丁 就不要給老三再回家門啦 老二呢 就沒有說什麼 那老三在他老大 一路之下下下了這個決定呢 真是 晚上回家的時候呢 是 叫什麼 扣門而不得 不得而入啊 那句話說呢 一下想不起 入不了門口 是啊 吃閉門跟 是啊 吃閉門跟 扣門而不得而入 那OK 人窮致短 人窮致短 不是 人窮不能致短 人窮不能致短 不是人窮不能致短 那句話叫什麼呢 窮致短 窮致短 副長良心 我們都知道有這樣一句話 對不對 那老三 當初是三兄弟都一起入過那個山洞裡面 拿過金頂 對不對 是 那老三 在沒有辦法之下 已經倒了 融了 那 又想起床暴動了 又想起床暴動了 床暴動了 床暴動了 嗯 然後就好像那一晚一樣 衣嫖滑乎老 那樣 就披了 披了那塊布 就輸了去那裡 誰知 這麼巧 老三 在半夜山間 在一棵樹後面 你猜他見到什麼 很難過 沒錯 見到他 大哥 其實都在那裡 準備進入山洞 為什麼 因為三兄弟 不愧是一起穿一個富郎長大的兄弟 大家都猜到大家會想什麼 大哥就知道 如果弟弟吃了掛閉門筋之後 一定會再回床暴動 去偷個禁定 所以呢 他就想著 先下手為強 怎知道 老三 都在十五當晚 都在那個地方出現 那 兩兄弟 碰了面之後 就好說不要說 就先打了一架 那打了一架 就協商了 怎麼協商呢 現在呢 那個山洞 就只有我們三兄弟知道 老二就沒有來 那OK 你跟我 進去 拿出多少來 我們評分 但是 出來之後 我們井水 不犯河水 你說你 我說我 各走各路 各走各路 就井水不犯河水 那兩兄弟就進去了 進去呢 不同以前了 以前是三兄弟 一起披著破皮 現在呢 是一人 披著破皮 其實就算 就相當於分頭限度 但是進去之後呢 很快他們各自都摸到了 那個 就是地上有東西了 那 就像之前這樣 以前是 小孩子又沒有吃東西 是不是 那個力比較小 可能要三個人 才能蓋起一個金頂 那現在個個都不同 生活環境都不同 人強馬灼 一蓋就蓋起了 蓋起了 一人拿著一個金頂 往那山道外面衝 那衝了出去之後呢 都各自走了 回到去 每個人呢 發現呢 手上拿著的 依然是好像 之前那樣的金頂 那很開心 然後呢 就想起 當初那個老道士 就吩咐過大家 只可以入一次 這個人就真的生氣 為什麼呢 再入都還是有 是不是那個老道士困我們 想自己收起來 自己再拿去 當初還說 留一張紙條 要我們去找他 肯定是又想從我們 從我們這裡找到數 那 老三想得更誇張 那個老道士 真是 全部都是詭計 當初還留一張紙條 給我 好在我燒了它 其實當時呢 是老三專門把紙條燒了 就不是沒有 其實 那 其實是專門的 老三是比較多詭計的 那 兩兄弟 老大 老大昨晚沒有回來 老二都覺得有點奇怪 就問 那你昨晚去了哪呢 老大呢 就 半天 說不說 老大 老大 都猜到 因為 因為 當初呢 他們都是在十五晚上出去拿個金錠 那 昨晚又是適合他十五 所以他怎麼都想到應該大陸都是出去 於是 又到了下一個十五 八月十五 錯 十五 不是八月十五 又到了十五 那 老二就是要跟著 就是 那晚就是要跟著老大 屁股後面 轉來轉去 就逼到老大 沒辦法 就唯有帶著他去 那這次進去呢 就三兄弟都進去 嗯 三個人進去 就每人就戳了一個金錠出來 這次就拿了三個 那 依此類推 逐點逐點去拿 他們慢慢慢慢發現 就是每一次進去 裡面摸到東西的時間 就花得越久 直至 他們進去 摸來摸去 三個人進去之後摸來摸去 都摸不到那個金錠 都摸不到有東西 那三個人都掃興而歸 掃興而歸之後 當晚就發了一個夢 夢裡面呢 就蒙到有兩個青棉獠牙的鬼仔 嗯 就在那裡對話 就說 陰陰子在那裡說一些東西 他們大佬就 就走近過去聽 就聽他們說牙龍龍 那兩個青棉獠牙的鬼仔 就是這樣 哎呀 不得了啊 那個 我們 因為 康奸當時 不小心 欺負了 不知道誰進來 偷走了 生神爺的那些牙齒啊 另外那個鬼仔說 哎呀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踢走 現在還有一個 不是全部都偷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嘶 別吵 好像有人在 然後一下子 他老大就醒了 嚇醒了 嗯 嚇醒了之後 就想了 哎呀 還有一個 不拿都拿了 那就去拿 就是想著去拿最後一個金錠 那就 夜黑風高 都沒有等到十五 急啊 都沒有等到十五 他怕被老三搶了 就 趁著夜黑風高 剛醒就衝進去 衝進去 誰知道呢 去到那個山洞門口 又碰到老二老三 原來三兄弟發夢 都夢到同樣一個夢境 都夢到兩個親命了解的鬼仔 在那裡聊著生神爺的牙齒 被偷走了 這件事 於是三個人急匆匆地 就進了那個山洞 就想去搶最後一個金錠 嗯 誰知道呢 哎呀 入是進去 進去之後呢 整個山洞可以地震 翻天覆地 原來呢 山神爺的山洞呢 平時是有兩個鬼仔守住的 但是 到十五那天呢 他一定會放鬆一下 會休息一下 或者會休息一下 所以只有那一剎那 進去才不會發現 現在他進去是不會發現的 所以呢 三個人呢 就好像被一陣強風那樣 就一下全部吹出了山洞 然後呢 三個人 剛剛排起來了 就聽到一股聲音 我說 哇你三個真是夠膽了 我的棚牙都被你剝了 還不敢來 一下嚇到 好了 各位網友 欲知故事異學 請聽教會分解一下 哈哈哈哈 這樣呢 梁師兄真的很聰明 時間掌握非常之好 梁師兄 好啊 阿明說一下他那些 很好聽 他那些奇奇怪怪的 是 遇到啊 那麼 很多網友呢 就是對佛教啊 或者道教啊 就是 有些 不太了解的 那麼呢 可以將這個問題 我們拿來討論一下 咦 好啊 其實正想請師傅說法 那我的 我的理解呢 就是 道教和佛教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 佛教是沒有頭髮的 道教是有頭髮的 哈哈哈哈 哈哈 道教沒有封開說法 是 那就是佛教 我們才可以 基本聲唐講的 是 道家三口 我們全是六二不民 今天有過例 嗯 是 謝師傅 啊 你聽到嗎 哈哈 聽不到的 哈哈 哈哈 我開始講 嘲嘲嘲嘩 啊 你也聽不到 哈哈 因為師傅的嘲嘲嘩 嘩 嘩 說得太大聲了 所以 第二節也聽到 哈哈 現在正在偷聽 是啊 這樣就不阻止師傅的興致了 都可以總結一下 有些什麼問題 請教師傅的 都可以請教一下 原來 希望有經常提出來的疑問 或者你覺得值得討論的話題 都可以拿出來討論一下 其實小弟一直都對修行這件事很有興趣 所以有幸拜到在師傅門下 其實是非常之開心的 這樣呢 其實 對修行 你說什麼 修心還是修法 修法 其實最終都是為了修道 我們現在 我們成班都在修茶道 哈哈 其實道本身就是在生活中 所以說要修道的話 其實都無從去找起 究竟是修什麼道呢 是 你飲茶吃飯也是修道 是 你吃飯就很好吃飯 不要想三想四 飲茶就飲茶 又想三想四 就沒有了妄想 沒有了執著 你現前做的事 你就很好做 什麼都好 這些就是 入手收心的開始 嗯 是吧 講徒來心 道家講清淨心 其實兩者是否在說同一件事呢 你的心沒有了那些 煩惱 沒有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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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妄想 儒家叫做 棄質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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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因為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元臣入了 這個梵區 就受過梵區影響 你一個人有個身體 就七成六 都有 嗯 這個就 這個叫做色塵 跟那個 跟本來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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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之 各之 本來的 心 的 靈明的就是 角色 落了個色生 有七條六肉牽掛著就是那肢 老主要多肢為敗 所以就分了有元臣和息臣的分別 元臣和息臣其實是 元臣下了肉身 肉身是要飲食的,有男女的那些東西 元臣就被深的七條六肉控制 所以我們就要把身體的七條六肉 我們把這些污染去走就是修痕的目的 其實修痕在日常的功夫之中修痕是好的 喝茶、吃飯、睡覺都是修痕的 你不是坐在褒團那裡打仗要修痕 你在褒團可以坐六個小時起床見到美女 有鬼用 哈哈哈哈哈哈 盤腿坐上去的時候就好像專罰那樣 但下來就變成一個普通人 這些是松林練摩之輩 他經常坐在那裡預備 因為他們以為自己已經有定力什麼什麼 誰知道一出來見到飲食男女 當時都不散了 嗯 所以以前都說大修痕在城市之中 是 修痕的心是要用一個磨字來做功夫 打磨就磨 是 是 光光靈靈啊 你需要用多少時間都功夫 磨到滑出去 所以說修痕的這條路都很漫長 其實修痕你不要說那麼高深啊 我們都是犯人 好好做好你現在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修痕啊 做好你的本塊不要貪 不要妄救 不作非分之想這些就好了 是 不要說成仙成佛 啊 沒有什麼條件啊 最重要是基本的事情要做了先 功夫在日常之中一步一步練回來 不是一天一小時在牡團 在靜室上把腿那些叫做功夫 那些是腿上功夫而已 就是在海坐得多久的話又不見得人有多通透 我算你可以入定三天三夜 你出定之後你是不是一定要過生活 是 然後又打回原刑 原神影響你的肉身 你的肉身有七成六肉 你要飲啊你要飲啊你要住啊你要飢餓啊 如果是男他見到美女 女他見到美女就心動了 你能力做到不動心 孟子不動心教 什麼叫不動心啊不是他心不起念他不起念他死人來的 但是那個不動心是不起煩念是不是 沒有妄想沒有執著 妄想呢 那件事未發生 將會發生你就想來想去 就是妄想 執著就是那件事已經發生了啦 你經常在聽打電話說這樣也好 不這樣也不行啊不不行啊 這些就是執著啊 是吧 妄想執著都是貪真痴的 對不對 你的頻道說那個貪真痴就是這樣 但是不要說那麼高深 高深的頭髮 是吧 無違法是好啊 無違法沒得撐啊 但是很難做啊 但是做 其實說真的不要說做 甚至連聽都很難聽得明白 就是 這個無違法你是要用個智慧去了解了才能做得到 相知下如 相知 有多少個 下如的屁屁街市 你對著一百個人一個上子 九十九個是下如的 你說這些上性的關門 只有一個人聽 九十九個是怎樣 是不是 你圈人 大部份的人 不是向那些上智的人 那些用不著你勸 是沒錯 其實好像六祖那樣 根本不用人勸 他一個機緣 他聽到一些東西之後 他已經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了 我就是下如 你是中等的 你高我一級 不是吧師傅 師傅謙虛 我們下如之輩 所以我們終日 遷戰經經 如今所謂的黑己復禮 黑己復禮 黑己復禮 不是經常又要說 又要跪又要拜又要覆風 那些是表面的禮 黑己復禮 只是把禮 黑己復禮 黑己復禮 而復 那本性 挺深深的一個發言 因為如果弟子的理解 其實禮字 是一個赤道來的 即是你日常做事應該怎麼做 待人之物應該怎麼做 你不是說 你看到長輩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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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黑己復禮 你把四個字來改變一下 是 怎樣改變呢 黑己復禮 黑己復禮 不是 我黑己復禮 對嗎 即是你一黑一白 嗯 你沒有了白就黑了 沒有了黑就白了 可以黑己復禮 自然歸於你 不是把禮 黑住自己 我們這些下語的 就比較難聽一點 是啊 哈哈哈哈 黑己 道道都本出自己 自然就已經合於禮的了 不是要教你怎樣禮 去黑己 這樣 很簡單而已 是 是吧 你道道道和黑服規矩 就是禮 你道道和黑服 就是禮 說什麼禮 所以孔子說 有些人是 衰弱未學 不必為之學矣 嗯 有些人是新而知之之 其實那些自己一天生上智已經搞得了 現在老祖宗認為現在那些什麼科學啊 那些白宮之藝 屬於孔子所提倡的學問 就是孔子所提倡的 是嗎 孔子所提倡的 很簡單的幾個字 說人 說意 說中信 這些 其實孔子所提倡的學問呢 是 怎樣去處理自己 以及怎樣去做人的學問 做不是 現在說的 說讀大學啊 學些什麼知識啊 人倫不離君臣 夫婦 父子兄弟 這些朋友 這些東西 是 在五輪之中 怎樣處理得好 怎樣做得好 是 你做得好 比你經常說什麼無謂話 我們是在現實的生活那裡 生活著的 日常 好像我們那樣 現在每天都喝茶 有客人來 有什麼商量 很多東西 你怎麼走到無謂話 只是兩腿一盤那一刻 就算做到 怎樣也好 你放下兩隻腳 落到地下 你也要繼續過生活的了 人家說 無謂話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做得到 這個我覺得是有小難 就是我們 一棵樹 剛剛種植來的時候 剛剛它發芽的時候 你要保護它 不可以受大雨 不可以受風傷 你叫我收過無謂話 你沒有地 你為什麼要收到 你沒有朝鮮 你怎麼收到 你不說 總之隨便 在沙漠就可以中得到 不可以的 你是不是在扣牆那裏 就能夠生得到 這個就令弟子想起 令弟子想起 之前師傅你跟我說過的 寧願大道哥裡面 有幾句說話 都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這樣 你幾天有個笑話 A軍說請B軍吃飯 B軍就說 請吃飯這些是有違法 我想說 請人吃飯就是有違法 自己請人吃飯 應該是無違法 這件事真的很難分 是不是自己 不錢吃飯就無違 其實意思就是 吃飯就無違 你說那怎麼跟他玩 老子的無違 就是順天的意思 嗯 是 人花 地地發 天天發 地道發自然 嗯 老子的 就是你不要有自己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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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危 那些 所謂的 知 不是叫知 因為你的知字 就是知字 做個日 好像日中天 那這些 智慧才是好 無所遁忍的 精邪無所遁忍的 是呀 那個知字就沒有了一個日的 是 是吧 想蒙茶茶 他越知越蒙茶茶 所以我嫖到飲吹都是我的知 嗯 知就不是呀 我懂得分別的 這些不學得 這些不簽得的 是吧 你收無違法 你收無違法 你收到不動心也好呀 可以嗎 是吧 萬子也要40歲才不動心 他又 十幾二十歲開始學 吳善長浩然之氣 然後才可以說什麼不動心 萬子的不動心夠 講完的了 是呀 弟子其實這陣子都在說 一天聽得多說這個無違法 我都在想 孔勝說的這個 七十而徐心所欲不如舉 和萬子講的不動心 其實在說的都是這件事 這些不動心 就是順天 不要妄心 不是 大哥 如果沒有那個心 是死了 死人才是無念的 對呀 心如死灰 六祖天天都在教人 他說起心動念嗎 但是他的念是在本性上出 不是網念 六祖天天說你的本性是本含萬法 智性含萬法 智性清淨 為什麼他會感染呢 為什麼他會感染呢 既然說你的智性是清淨 怎麼會感染得那麼髒呢 大哥 你本身下了就下了個肉體 那裡嘛 被肉體控制緊嘛 有個人 被恐怖分子 夾了去 他做什麼 他身不由己 害怕嘛 我們現在的本性 是被我們的肉身 夾了下去 所以難怪老子 說貴大患若身 一位有身 一位有身 他以前的前輩有一句 為我之事 什麼都想著自己 佛道之惡 即是那個古頭 哦 為我之事 什麼都為了自己的念頭 佛道之魔 佛道之魔 佛 坎佛的佛 哦 他說應之若若 對對對 你由是有我 應之若若 你由是有我 誰應我的 我說什麼你怎麼應我的 這個你不是上誌 你怎麼了解 是嗎 所以好像我們這些不是上誌 好像弟子那麼蠢 其實入手來說 我們首先 就讓自己不要起網念 阿佛道 我們不要說什麼 說什麼修煉 我們沒有 做好日常 你如果真正要去修道 修道修掘也好 你紅塵俗師 你要拋一陣 你拋了 拋在後面 你就不要回頭看 是 既拋就 密固 未拋就密拋 你拋得下去 撿起 完成了它 你覺得它變化了它 你可以拋得開 拋了它 你就再不要去想它 再不要去想它 做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剛才說的 你吃飯喝茶 你炭個杯茶 你就不要想東想西 就是妄念 財卿 神積千 神積極俠 神積極俠 亂了心田 所以 我們日常的功夫 不是教人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只是教人怎樣 你做什麼 集中精神去做 嗯 明白 你可以喝杯茶吃個飯睡個覺完全是無他念無他想這種功夫來的 哇這些 羅漢警戒 羅漢果有 人心的警戒 人心的警戒 你不要看得那麼高心 這些功夫是要磨回來的 你要下決心 要修理要下的決心是要很大的 是 練是磨不是講的 講的功夫有鬼用嗎 現在佛教很多論 他們說什麼見性成佛 他們有講性說性 他不是修個性不是行的性 嗯 是吧 我們叫些口水佬 現在我不是得罪 你現在看到學佛的人 就是個個曉講的 是 是吧 那時候舊時那些前輩說這些叫 綁華的說話 這些是綁的性 他不是修復的 在幾本佛經講到天前 如來佛祖的東西都關閉了 我不需要你修復 我叫你喝茶吃飯睡覺 吹起一瓦臉 一瓦臉 是吧 但是就忘記了前後 不是有心 除妄想 非是悉心除妄想 可思涼 我沒用 是 我睡覺就睡覺 餓我就吃飯 這些就是我日常修練的功夫 吃咖喱雞 咖喱雞 咖喱雞 又要加點薯仔 又要加點番茄 然後才有 追求 什麼叫貪 不是你本分所有的 你要得到 你要追求 你本分所有的 就不是貪 你應該享有的 但是 我們中國人是這樣的 你應該享有的 就享七分 就留三分餘地 不要盡量 我命有一百萬 我現在得到一百萬 我不是貪 我應該有 我付出我的付 八萬 都花了 你花了七十萬 六三十萬 蜥蜀 你們不是我 是凡人 所以現在我們說凡人 如何去做功夫 凡人的功夫 千萬不要跟我說六祖壇經 我收不到 那個大陸 你不要跟我說金剛經 英無所住 新其心 我搞不定 所以我們要為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 去明白 不如收孔子的圖 是 是 百孝順 對兄弟朋友 敬愛 是吧 孤妻感情好 什麼好 不就好 總之其中 只是一個字 可以串聯出來 就是一個人字 是吧 五輪之中 所有的愛 什麼 都只是一個人字 全部串聯出來 對兄弟 所以甚至連佛家的大德 好像正空法師 其實他都說應該由儒家的 人倫關係開始培養 真正的大德修行 就不像現在世俗那些人 學法來學都 沒有空 是的 是吧 釋迦牟尼一出世 走七步 指天篤地 是吧 我一生出來哭了 我們都覺得是這樣開始的 但是釋迦牟尼一生出來 就天上地下為我獨尊 他很不同 他這麼特別的 你怎麼學到他 嗯 是 對不對 如果他是凡人 他出來都是哭的 我也哭的 他有這樣的成就 我都可以學到他這些成就 大家一樣 平等 他一生來 一生來 指天篤地 我學不到 好啊 所以我們凡人就在凡人事上去做功夫好些 寧願大道過 功失虛閒 神自居 是吧 我們的身體比喻是那些宮殿 是 你的思想 不要雜不斷 你的神就會回歸 你的金殿玉堂 有主人 不是無主人 因為 有主 這兩句 其實弟子經常都在想 可憐一個好機子 金殿玉堂無主人 是 真是很對 這句 自在虛閒 無用處 你不要請了主人回來 要他洗廁所 勞役區 粗口給我弄了一個 師傅 弟子聽不到 粗口 師傅也沒有聽到 對 弟子聽不到 你想聽多些東西 你要引受我的粗口 完全聽不到有粗口 哈哈哈 我們是 唯一看的 是 是 你 你也有時說粗口的意思 用詞的選擇 但是 弟子都比較 隨便 所以很多時候 都說 我說話很粗 不過很少說粗口 因為我覺得自己磁會 哈哈哈 修煉那些事 說到這些 我總結一句 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要說到那麼高三 明白 我們要吃飯 睡覺 穿衣 做事 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太想 守本飯 是吧 靜下來的時候 沒事想 做事的時候 專一 這些就是 是吧 不要說什麼有為無為 是吧 現在說有錢沒有錢 哈哈哈 不過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有錢沒有錢 其實都看看自己是否本分得到 我有錢就可以幫助多些人 是啊 以前那些 前輩 或者祖師指點 一定是指點那些有錢人 是 能力大 救人的 因為如果祖師救了乞丐 叫他去救人 就沒有人相信他 救了那億萬 指點那億萬富翁 那億萬富翁 說你們來吧 我不收你錢的 個個都去 是吧 二來 你說福布 有錢人的福布 筋骨 往往是給他們乞丐 給我們的漁民好很多 學法是講個命的 講個骨的 不是講個心 學佛就是講個心 是吧 學法不是講個心的 你打泳槍拳 你的心善有鬼用嗎 你的身體是磨薄薄薄之力的有鬼用 我的心很凹 我一拳打倒泰山石 我一拳打倒泰山石 我這裏鴻鴻多厲害 你知不知 其實真的 有些功夫不是講個心 講個心是用來勸善的 是吧 是吧 你好心要不要吃飯 如果你的心好 你不用吃飯 我就說你什麼功夫 心好就行了 不行的 是吧 我們要道家才講身心 你有個心之外 你有個身 你的心有善惡 你的身有強弱 你有心有身就有名命 所以不可以只執頌在一邊 是呀 不是人的身體是這樣的 你的家局是做生意的 你做生意就好 你做生意的家局 就放你下去做藝術 你就 拍街了 是不是粗口 都不是 我們赤道很寬鬆 這是俗語 只是俗語 只是俗語 我們赤道很寬鬆 我們不怕 俗語平常 皆是道 不是本來無一物 何處要有塵埃 不是大佬 這些是高深的 那麼高深的東西 找個傢伙圍著窗戶 兩個人聊得差不多 對不對 其實真的可以做到一句的 有多少個呢 這些是天賦來的 你說平常人收心是 要多久才能去到這個境界 我想說 你勸人做善事 不要看回報 真是這個真是看多多的 哈哈哈 下餘的多嘛 是 做善事 他心有所求 你的有無所求 他至少走到那個善 是 對嗎? 你做事是網球的,沒有好報 我做你做甚麼?托炮 所以聖人以神道徹教 你跟一百人講,一個人很接受 無助唱歌詞,九人不聽 一個人做善拜,只有九十九個人做善拜 你有所求做這件善事 沒問題,你也是做了善事 世界才善氣盈盈 每個人都不做,沒所謂,每個人都不做 世界很差 所以當日孔勝有個弟子,救了人之後 人家要送一隻牛,讓他不收,弟子被孔勝罵 對呀 孔勝很通透 問他殺隻羊去祭己,是不是很慘 孔勝說你愛其羊,愛其禮 對呀 他說喜歡祭祭嘛 祭祭這個禮影響後世,影響很多人 對呀 這個就是價值觀 對呀 生命也有個價值觀 一隻矮的生命重要,還是一個人的生命重要 其實答案是很明顯的 所以生命怎麼會有平等 你說那隻牛有個心,人有個心 兩個心是平等的 因為大家都是因為心是平等的 但你兩個心不同 是吧 牛的心,死牛一面頸,講迫都不明白 你怎麼說佛法 你有個身體,牛的身體重要,還是人的身體重要 你是牛王,影響那堆牛幾百隻牛 我是人王,影響多少千萬萬的人 多少百年 誰不知 是不是有個價值,價值是不是不相等 所以老子都說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 就是人的價值可以提升到那個位置 所以佛教說眾生加有佛性,這是平品 他不是說新的價值,平品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點 是吧 要讀得聰明一點 不要讀死書 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其實越學越執著 越學執著 越學越執著,真的看到很多 到15樓跳下去也有 唉 遇到了 弟子明白 你明白,我做你的徒弟 不是吧,這樣不行的,我沒有學習 其實師傅是有很多跟神仙交往的故事,其實弟子聽很多 其實師傅是有很多跟神仙交往的故事 那些乖力亂神,如果不相信,所以不如說一下 不如說一下那些 現在最流行的那些鬼鬼怪怪的東西 那些很多同門都在做 明濤,旭,旭都遇到很多這些 是不是 其實弟子這邊,最近沒有什麼特別的個案 是啊 梁師兄的個案很精彩 謝謝 是啊 梁是我的偶像 師傅 中人的偶像 是啊,我的偶像 小到尚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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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 沒有啊,師傅 他有不同山區飛過來的 哈哈哈 師兄記得接應我 沒有啊,你如果是飛過來 其實小弟距離關口很近的 是啊,我距離關口是幾十米的 如果你飛過來的話,通知小弟 我在這邊鋪定個戰獄接你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這次先聽著這麼多 當然,精彩的內容陸續有來 因為小弟已經和師傅和師兄師姐們錄了好幾個小時的錄影 現在就等小弟展示好之後 會一一和大家分享 都是會用這次首播的形式 讓大家可以一邊聽著內容 另一邊小弟也會在線上和大家一起收看 也會用即時留言和大家聊天解答大家的問題 當然,因為首播的關係 小弟沒有辦法開聲和大家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但是,如果大家所問的問題 小弟文字上是不足以回答完的話 小弟會將他記起 在之後零零盛盛的直播時段 小弟會再和大家慢慢解說 大家記得留意著我們下一次的首播 即是我們第二段的零零盛盛番外編 我們下一次再在空中再談 各位晚安 大家可能會遊玩 和大家聊天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